好 以做生意来讲呢 你涨价你必须要让民众心甘情愿的掏腰包来买 一块鸡排虽然涨5到10元一个铜板的价格 但是比例来讲涨幅不小 为了让民众有感觉 那么台中的鸡排业者反向操作 他们虽然涨价 但是推出这个超厚的鸡排 厚度有3.5公分 让民众甘愿多花点钱 新鲜鸡排放入热油中炸得滋滋作响 起锅金黄油亮 切开一看肉汁从细缝间流出 整块鸡肉皮薄厚实 把两块鸡排叠起来 分量更是惊人 这鸡排究竟有多厚 把它跟50元硬币放在一起 硬币瞬间缩小 被鸡排厚度硬生生给比了下去 再拿名片来比较看看 也只比宽约5公分的名片薄一点点 实际拿起尺来凉凉看 居然有3.5公分这么厚 常常比较迟到一些比较扁的打过的鸡排 对啊我们是想说 心目中的鸡排是怎么样的 我们要那种吃在嘴巴里面那种饱足感 对就是满满的肉塞在嘴巴里面 对那种幸福的感觉 超大份量又厚又实在 女生切成小块小块吃 都要分成好几口才吃得完 是觉得太厚不好咬吗 真的太厚了 外面的鸡排在55块到60块左右 这边加大又加厚也才是60块而已 另外这家则坚持口味独特 酥脆鸡排淋上特调酱汁 再摆上新鲜台式泡菜 分量十足 看看侧面也有十元硬币这么厚 不只超有饱足感 口味比一般鸡排更丰富 不会很油腻耶 对啊 对啊 一万我的经验就是鸡排是非常油腻的 可是它吃起来是 刚好又泡菜的那个口感 刚好去把那个油腻抵消掉 鸡排涨价 业者担心客源流失 就算比一般鸡排贵 也得让顾客看得到贵在哪里 不管是超厚鸡排 还是加上配料以及酱汁 顾客还是甘愿掏钱 多付那五到十块钱 记者李孟昭 王毅云 台中财报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